为了加速基隆的都市发展建设 活络产业发展环境 市长谢国良请都发出 建立容积移转折角贷金的机制 最近出现首例成功案件 要跟各位市民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 那谢市长对于这个容积移转贷金的这个机次 从上任以后就积极来推动 那我们的第一个案子已经完成这个核定了 总共会有1.12亿元的收入 那这个部分可以移住这个市府的财政 那这个容积移转贷金的好处就是 未来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接下来的一些 推动基隆捷运或者是一些重大连外 如果有需要一些连外道路 有涉及私人的这些公共设施用地的时候 我们可以运用这笔基金 然后来减少这个市府的财政 那第二个对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旧的都市更新 也有帮助 它因为多了一个多元的一个选择工具 那过去在基隆并没有这样的模式 只能捐地 那建商它的程序 它还要去找公共设施用地 整个程序比较繁琐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贷金的申请 我们的整个程序 大概可以在三个月内来完成 那对于开发商在整合一些都市更新 如果他又觉得容积有不足的时候 他就可以透过跟市政府来申请 然后可以来促成协助这整个更新案的这个推动 那我想这样的机制在双北 其实推动蛮多年了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基隆的第一个案子 也已经成功完成了 那陆续其实不止这个一样 我们今年还有第二案也在申请 那陆续还有很多申请业者也在洽询 那我们相关的这些机制 其实都非常的公开透明 我们都是找专业的估价师 那我们也会请申请人到场 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那参考我们基隆周边目前的市价 来做一个合理的估值 那我相信这个部分 对我们基隆的财政过去的状况 应该会有一项新的一个开源的部分 那我们也期许这样的机制 能越推越顺利 然后让这个财源收入能比照双北 那双北的话 目前其实都有收入超过一两百亿以上了 对 市府都发处表示 针对贷金的收入 市府也将会妥善运用 来提升基隆整体的公共环境品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